嗨,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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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孙孙,你可以叫我孙老师,你叫什么呀,冰生,OK,好,你好,冰生,很多次看到你啊,那么要问一下,你以前在LegalS上过课吗,有,上什么功课,就是在这边学习过吗,没有,没有, 今天,今天是第一次,对吗,今天是第一次,OK,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这个写作文,要学习写作文,我们是四年级的学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作文是什么样的一个作文呢,在学校看到的作文是什么样的作文,你说一说,是不是有四个图片呀, 对,是有四个图片的作文啊,是有四个图片的作文,那么我们先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作文怎么写,它是有一个结构在里面,它有一个结构在里面,我们叫它什么呢,你看到的是什么呀,我们看到这个图上, 这是一个什么吃的东西,你看,汉堡包,对,汉堡包,我们的写作文也要像汉堡包一样,它是有 佛罗尔的,它是有结构的,你看到人家小鸟了,这是一只小鸟,OK,好,来,我们来看,作文也是有结构的啊,那么我们看宝宝的最上面叫什么呀,汉堡包的最上面我们叫, 开头 对,开头,就是我们作文里面的开头,那么中间的这些肉啊菜呀,是我们作文里面的 内容 对,非常好,是内容,然后还有啊,那汉堡包的下面还有一层面包,要把它夹住,这个在我们的作文里面叫 结尾 结尾 对,叫结尾啊,叫结尾,是要有这三个部分的开头内容和结尾,这个叫作文的结构,结构 那么在开头里面,我们要写什么呢,我们要写这四个啊,要写这四个,来,你来看一下 时间 时间 地点 好 人 和 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读what,做什么,嗯,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也是我们学校里面学的什么呀,when,where,who,和what 对吧,嗯,这四个,好,这四个,那么我们再来看内容里面,我们内容里面是什么啊,你看到一个图以后呢,你要讲故事啦,你要讲一个故事,你要说一个故事,那么事故事,它就会有 起因,还有什么 经过 结果 对,要有起因,经过和结果,你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中间又发生了什么,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对吧,我们都要说清楚啊,都要说清楚,在哪里说,在内容里面说清楚,在内容里面说清楚 写完了内容,最后有一个结尾,结尾,我们现在可以有两种结尾,一个是写你的感受,你今天去动物园完了,你去游乐园完了,你的心情,你会有一个感受吧,对吧,我们会有一个感受,还有 嗯,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你特别开心,你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你很开心,这也是一个感受 道理,我们道理怎么写 道理是 你做了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从里面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们会用道理的这个结尾 啊,分这两种结尾 啊,特别好,老师觉得你听课特别认真啊,冰生,嗯,这个态度特别好 好了,那么,我们这个叫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汉堡包,哎,我们叫它 作文的结构 啊,这个叫作文结构 Structure 一二三,有三层啊 啊,那么刚刚我们说了里面 wwwwww 其實还有两个w 一个是什么 what 还有一个是什么 how 这个在一起,它叫5w1-h 学校有讲吧,学校有讲对不对 嗯,这个5w1-h是什么呢 method,我们叫 做文的写作的方法 啊,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去写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练习一个图 来练习一个小作文 哎呦 多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用六合法 那么什么是六合法 六合法就是我们说的 5W1H 这个就是我们的六合法 哪六合 哪六合 何人 何事 何地 何时 为何 何 如何 如何 就是怎样 就是好 这六个六合 那么先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嗯 是一个什么事情 小男孩 嗯 在拿着一个文具 嗯 在记上玩 嗯 妈妈 嗯 叫她刷牙 嗯 我是她不 可听 嗯 她不听 她不听妈妈的 好 那第一个图我们说完了 来 第二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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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读故事实 蔬食 嗯 摸了自己的牙齿 嗯 觉得很臭 嗯 好 来 我们来看啊 桌子上有什么 观察图片啊 先来观察图片 桌子上有什么 巧克力 对 她这只手拿着书 她这只手在干嘛呀 吃巧克力 对的 她在吃巧克力呢 嗯 吃巧克力 她是什么时候 看书和吃巧克力的呀 睡觉前 非常好 是在睡觉前 好 这是我们在观察图片啦 好 接下来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早上 嗯 她的 她的牙齿 很痛 嗯 很痛 她叫妈妈 看到她很担心 就 带 她去 嗯 去哪里了 看牙齿 看牙齿 对 带她去看牙齿 那这个人是谁呀 我们叫她 Doctor 对吧 她是一个什么人呀 医生 对 她是 看哪里的医生啊 她是看牙齿的医生 她就是牙齿 牙齿 或者你叫医生也可以啊 叫医生也可以 好 医生给她看牙 那医生看牙 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医生会怎么说呢 她会说 改次 你要 刷 在晚上 刷牙 嗯 那么她去 也不要吃这么多巧克力了 对 不要吃这么多甜的东西 好 那 她的牙疼 带她去医院 医生会对她做什么 你觉得医生会对她做什么 刷牙 可以啊 可以给她拔牙 这个想法很好啊 会给她拔牙 好了 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图要我们来写什么了啊 这个图要我们写什么了 好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四个W 我们先来找到这里面的四个W啊 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晚上 嗯 对 可以说是一个晚上啊 那么图片上都有什么人呢 嗯 有两个人 对 他们是什么关系的人呀 他们是孩子和母亲 对 那么我们看这是我们重点要写的人 他有 有一个人我们要给他先起一个名字啊 先给他起一个名字 我们叫他明华啊 这里我们一般都给他都叫他明华 明华和他的妈妈啊 给他起个名字 明华和他的妈妈 地点是哪里 家里 嗯 可以家里 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什么事情 不要刷牙 哎 对了 明华他不想刷牙 明华不想刷牙 妈妈让他刷牙 他不想刷牙 好 看啊 我们这里说了 他不喜欢刷牙 他怎么样 他喜欢吃糖 吃甜的 不喜欢刷牙 好 时间我们就 这个四个W我们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样的呢 事情的经过 事情 他的牙 越来越痛苦 嗯 所以 妈妈很担心 嗯 很担心 妈妈就做了什么事情 就 带他去牙医 哎 去看 去医院 带他去医院 换牙医 换牙医 对 隔天 可能就是 隔天 就第二天啦 第二天早上 看他的牙就疼了 好了 那么故事的这个结尾呢 结尾我们怎么写 他学到了一个 我们是写感受啊 还是写道理呢 你觉得 道理 嗯 那他学到了什么道理 他学到了 该吃 要刷牙 不能 吃 糖 太甜的食物 嗯 不能吃太多 太多甜的食物 甜的食物 对 要记得刷牙 那记得刷牙 可以 我们记得刷牙 还可以怎么说 要经常刷牙 还可以怎么说 要什么我们的牙齿 爱护我们的牙齿 特别好啊 我们这里在 说一个词语 叫什么呢 爱护牙齿 爱护牙齿 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上的东西 我们都用爱护 爱护 爱护眼睛 爱护我们的眼睛 爱护我们的牙齿 用爱护这个词 用爱护这个词 爱护 爱护什么 爱护牙齿 爱护眼睛 就是人身体上面的 这些东西 说用爱护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干嘛呢 看一下这儿 刚刚你已经说完了这个了 我们来读一读 这个刚刚我们自己说的 来 第一个图叫什么 试着说一下 妈妈 妈妈叫明华刷牙 明华不要刷牙 明华喜欢吃巧克力 明华的牙齿痛 妈妈带明华去看牙医 明华的猪牙 被 把 掉了 明华学会了 要爱护自己的牙齿 是的 明华学会了 要爱护自己的牙齿 好的 这个就是 我们这四个图 很简单 简简单单就说完了 那我们来看 在这个句子和句子中间 我们需要什么呀 给你看一个啊 我们这是一个汉堡包 对不对 这是一个汉堡包 那么我们的汉堡包 除了有面包 有肉 这些是主要的 我们还中间还有什么 有那个菜对吧 有番茄 有cheese 对吗 中间还加着这些 这些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transition 我们叫过渡 过渡 句子和句子的中间 paragraph 段落和段落的中间 要有过渡 要有过渡 那么我们来过渡一下吧 我们来过渡一下 那 B生你来看 你觉得我们要在哪个地方 给他一点点过渡啊 老师给你一个笔 你看到你的screen 看到屏幕上有一个tune 有一个工具呀 有一个小画笔 你可以画一画 你觉得在哪里可以过渡 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画出来 哪个地方是需要过渡了 妈妈叫明华刷牙 明华不要刷牙 明华喜欢吃巧克力 明华的牙很痛 妈妈带明华去看牙医 明华的蛛牙被拔掉了 明华学会了要爱护自己的牙齿 这个有的句子和句子之间 它过渡的很很生硬 它不自然 它不自然 对 你看 妈妈叫明华 刷牙 明华被 明华怎么样 你画的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 就说过渡对吗 我们说图片 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中间要过渡 第二个图和第三个图中间要过渡 第三个图和第四个图中间要过渡 我们可以怎么过啊 来看一下 这样过渡啊 这样过 叫明华刷牙 但是 他不想刷 但是他不想刷 第一个图 这句话 是Picture One 是第一个图 明华还在睡觉之前吃巧克力 Picture Two 第二个图 那第三个图 第二个图到第三个图怎么样啊 突然 这是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 第三个怎么样呢 他牙疼了 我们说他牙疼是怎么疼的 突然来的 突然疼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transition 这是一个time 这是一个时间的过渡 突然 很快 我们这里需要了 做了一个小过渡啊 做了一个过渡 你也可以说第二天 也是一个时间上的过渡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 第三句 第三句 第三个图 第三个图 在这儿呢 第三个图 第四个图 医生帮他拔牙 要爱护自己的牙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图 我们的这个图 我们又简单的把这个作文 哎 又看了一遍啊 看了一遍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啊 你 我们刚刚那样写可以吗 你觉得我们那个作文那样写就可以了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没有很多 是不是还是觉得少啊 觉得内容上很少 对不对 那个作文写的字 太少了啊 我们只是简单的把它的结构 结构简单的写了一下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我们太少了 我们后面学一下怎么让把这个作文写的更多啊 好 我们再来看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词语啊 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词语 你在写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用什么词语来写这些呢 痛苦 啊 可以 痛苦 用在第几个图片 第三个 非常棒 很痛苦 好的 你还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词语 不肯听 不肯听是第几个图 不听劝 第一个图 第一个 好的 你还会想到用什么样的词语 我第二个图 你会想到什么词语呢 有点难了是吧 有点难了是吧 没有这个叫愤怒的小鸟 这个叫愤怒的小鸟 这个小鸟会打到这个猪 这个字叫什么 劝告 好 用在哪里呢 低富途 非常棒啊 很好的 来 我们再来看 呦 劝告 劝告 有什么意思呀 爸爸总是温柔的 这个词叫给予 给予 他不是给啊 多音字 给予 给予我指导和劝告 啊 给予我指导和劝告 爸爸总是温柔的 给予我指导和劝告 OK 好 再来一个词 啊 啊 耶 这个词 清清酒味 你能写下他的拼音吗 我要 我要看一下你的这个拼音 怎么写 精精有味 可以用我们的小画笔 在屏幕上给他写出来 精精有味 嗯 嗯 OK 那么 别生 其实这个词 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是听过的 对不对 你是听过这个词 对 所以你会说出来 它是精精有味 但是这个字的正确的读音 是什么呢 没有这个歌啊 我们读的是金 金 金金有味 嗯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啊 金金有味啊 这是它的正确读法 啊 金金有味 好 这个我们可以用在第二个图 就那个吃巧克力那一段啊 好 金金有味 来 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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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怎么样 这个意思我们从这里看出来什么呀 痛肯定就是疼啊 这个隐隐怎么解释啊 疼的不是那么的明显 一会儿疼 一会儿不疼 疼的不是那么的厉害 这个叫隐隐作痛 隐隐作痛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 臂膀好像受伤了 一直隐隐作痛 就是他这块一会儿疼 一会儿不疼 疼的又不是特别的厉害 又不是特别疼 有一点点的疼叫隐隐作痛 明白了吗 这个词啊 隐隐作痛 这个词我们可以怎么用啊 牙齿 对 这个明华的牙齿 明明隐隐作痛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词 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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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呀吃啊 咿呀吃 没有好好刷牙 怎么样 结果 咿呀了 不好好刷牙的结果就是 有咿呀 咿呀 有虫子呀 咿呀 再来 哇 这个词 会 不当 出 用 出 回不当出 出的意思就是在一开始 秋就是一开始 会呢 会是会怎么说呀 会我们组一个词 悔 悔什么悔 后悔 没错 后悔 那这个词的意思 大概我觉得你就可以知道了 后悔什么呀 后悔一开始的时候 怎么样啊 不应该那样做哟 后悔一开始就不应该那样做 一开始不应该怎样做 找一个句子 想到以前犯下的错误 哥哥 悔不当初 哥哥悔不当初 也是一个感觉 感觉悔不当初 感到悔不当初 犯下这样的错误 后悔当初不应该那样做 好了 我们学会了一些这样的词语 到时候我们在写这个作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词用上了 就可以把这些词用上了 你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学的那些词语有哪些呀 试一试 那个小鸟打那个猪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了哪些词语 说吃东西很好吃 吃起来看那个东西特别美味 特别好吃 嗯 我就 嗯 我就 静静有味 对 静静有味 吃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好 我很后悔当初做的那样的错识 这个词是什么 回不当初 回不当初 这是一个好词 好词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因为我们的这一次作文 我们的这一次作文会写 会用到这个词 在你以后写别的作文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到这样的词语 你也可以用到这样的词语 回不当初 好 来 我们的这个好词就说完了 好词说完了 那么 我们再来看 今天我们讲两个课件 今天我们做两个课件 第一个课件 我们看了一下图 大概了解了 它里面 要 我们写什么 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 这个词语 我们要用到的词语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课啊 第二课 我们两课并在一起讲啊 两节课并在一起讲 第二课是不刷牙的后果 这个我们的课题啊 我们的这个题目 作文题目就是不刷牙的后果 重点是什么 审一下题 重点是在后果怎么样啊 我们要写一下这个后果 好 这个我们上一节课啊 我们刚刚就说过了 这些事情再回忆一下啊 隔天它牙疼 然后要爱护牙齿 注意这里用的一个准确的词语 叫爱护牙齿 爱护牙齿 好 给你八个参考词语 现在来match一下 平生我们来match它们 先说这八个词都能不能认识 会读不 苦口 外心 活 外婆的婆 苦口婆心 卫生 卫生 对卫生 对卫生 盖 金 金 有味 对 对卫生 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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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痛 坐痛 翻诀 植物 柱 亚 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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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 拔 拔 呃 拔 还有 卫 bee 雨 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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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初一开始 当初一开始 毁不当初 这样 我们把苦口婆心 津津有味隐隐作痛 和毁不当初 这四个词写在我们的小笔记本上 写本本上 把这四个好词记一记 因为今天的作业会有写作文 林生咱们今天作业会写 会写这篇作文 你会用到这些参考词语 你会用到它 所以 我们要先把它给它摘下来 给它抄下来 到时候你写的时候你就想 你要知道会用它了 别到时候忘了 你现在来写一下 然后我们到时候match一下 给哪些图片 苦口婆心 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苦口婆心 婆是外婆 对不对 有一个外婆的心 外婆是怎么样 人老了 特别爱唠叨 特别爱多说话 要跟孩子说 你要这样 你要那样 就是苦口婆心是什么呀 就是有一颗外婆的心 很有很善良的 很有善意的 很耐心的去劝导别人 去劝导别人 的时候 我们叫苦口婆心 苦口婆心 我们可以说苦口婆心的说 这个词怎么用啊 苦口婆心的说什么 这个苦口婆心 你觉得给谁用 合适呢 在这个图片里 妈妈 对 妈妈在劝她的时候 哎呀你要刷牙 妈妈 我们可以怎么说呀 妈妈苦口婆心的说 对不对 苦口婆心 好 那么这个词我们就给第一个图片了啊 好卫生 你要把卫生给你几个图呢 卫生应该是 第二个图 嗯 第二个图 那你会怎么用卫生 放在第二个图 图片里要说它呢 小男孩 嗯 吃太多巧克力 嗯 又没有 没有洗手 哦 没有洗手 所以 不卫生了 嗯 嗯 好 不卫生了 劝告呢 给你几个图 劝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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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妈妈宣告 嗯 是第一个图 好 津津有味给第几个图 津津有味应该是第二个图 因为她在吃巧克力 特别好啊 好 隐隐作痛给第几个图 就是第三个图 嗯 因为她牙开始疼了 蛀牙给第几个图 蛀牙 嗯 第四个图 嗯 她发现她有蛀牙 嗯 医生发现她有蛀牙 然后 第四个图 哎 对 这都是第四个图啊 这都是第四个图 OK 好了 我们这个就说 说好了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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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有的一些词语跟你想的不一样 没有关系 想的不一样 没有关系 因为 你只要能把这些词用到你的图片里就可以了 有的词语 它可以是两个图一起用 啊 我这个也会用 这个也会用啊 这个倒没什么 我觉得你的基本的判断是很好的啊 我们判断都是对的 好了 好 来 来 我们现在道具啊 我们用苦口婆心来说一下这个图片 用苦口婆心来怎么说 嗯 嗯 嗯 好 那卫生呢 那卫生呢 你用卫生来说一说 用卫生 我们用卫生来造一个句 因为这个关键词我们要用的啊 对不对 要用到我们的这个写作里面 啊 卫生如果放在第一个图我们要怎么说呢 这样你的嘴 这样你的嘴 你的牙子 有卫生 啊 就不卫生了啊 看这样说啊 卫生怎么样 怎么用 我们有一个match 叫什么注意卫生 好 变生 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你把注意卫生这四个字抄在你的小本本上 啊 注意卫生 卫生怎么用呢 卫生和注意在一起使用啊 在一起使用 我们要注意卫生 啊 注意卫生 嗯 妈妈提醒明华 注意卫生 这样才不容易生病啊 我们记词的时候不记一个词 记一个词组 注意卫生 一个词与搭配 固定搭配 注意卫生 OK 好了 来 我们说完了啊 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啊 劝告 用劝告造一个句子 造的这个句子是你要以后写再做纹粒的啊 所以我们要和这个图片有关系 他悄悄悄的把巧克力吃了不要让妈妈劝告他 不要让妈妈劝告他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他悄悄的吃了巧克力 这个劝告是什么 是不听 这个劝告是他的内容是他content 是什么 是语言 是话 是说了什么 我们叫不听劝告 不听妈妈的劝告 对 不听劝告 嗯 好 为了让你记得更清楚一些啊 让他更更印象更深 把不听劝告也写在你的小本本上 不听劝告 搭配 搭配 再一起搭配 不听劝告 这四个字啊 不听劝告 我们到时候可以这样用 怎么样 明华不听妈妈的劝告 不愿意刷牙 嗯 不愿意刷牙 好 金金有味造句 金金 明华 嗯 一边吃着巧克力 一边看书 金金有味 金金有味怎么样 金金有味 我们说金金有味 是说一个是形容吃对吧 怎么样的吃 金金有 金金有味的吃着自己的巧克力 对 非常好啊 这样使用金金有味 睡觉前明华还在金金有味的 金金有味的做着什么 吃着巧克力和糖果 嗯 好 来 隐隐作痛和蛀牙 说一个句子 第二天 呃 他发现自己蛀牙了 嗯 他是怎么发现自己蛀牙了的 隐隐作痛 对 因为他的牙开始疼了 好 那我们怎么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 是一个smooth的一个句子 都是没有问题的 很通顺的 想一想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第二天 明华的 明华的 牙齿 怎么样 隐隐作痛 所以他 因自己的牙齿蛀牙了 哎 应该是蛀牙了 第二天啊 明华的牙齿隐隐作痛 他想 我是不是蛀牙了 我是不是蛀牙了 啊 我是不是蛀牙了 嗯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造个句子 嗯 牙齦拔掉了明华的牙齿 牙齿 他拔的是那个什么牙呀 蛀牙的牙齿 就是蛀牙 他拔掉了明华的蛀牙 好 牙一斑 明华拔掉了蛀牙 好 来 悔不当初 我们再来造一个句子怎么用 明华 悔不当初 看 明华悔不当初 对 悔不当初 前面怎么样 有一个这样的后果 不刷牙的后果啊 面对这样的结果 明华悔不当初就可以了 明华悔不当初 好了 我们的八个参考词语啊 毕生 我们的八个参考词语 都已经造了句子了 我们都知道在文章里面 在你的作文里面要怎样用了啊 好 那下面我们来分解图意 把你这些词 用在这个作文里啊 这个人是怎样 妈妈和明华 什么是 什么是 妈妈要明华去刷牙这件事啊 好 我们看怎么写呢 明华怎么样 明华一只都不喜欢刷牙 妈妈见了变苦口婆心的劝明华刷牙 妈妈提醒明华 一定要注意卫生 自然才不会容易生病 好 不错啊 苦口婆心的劝明华 苦口婆心的劝 这里的苦口婆心和卫生 我们已经用到了啊 然后妈妈还怎么样啊 提醒啊 提醒 第一个图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图片 好 事情的起因开始了 然后第二个图我们再来分解一下啊 谁 谁 人就是明华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他的事情他是做了什么 嗯 吃 巧克力 对 他在睡觉前 吃的是这个吃巧克力啊 睡觉前吃巧克力和糖果 来 我们把这两个词语 放到这个事件里 B生你来想一下 这第二个图你要怎么写呢 明华 嗯 不听妈妈的train cow 就偷偷溜溜的把巧克力拿了出来 嗯 又把它吃了 真是轻轻有味 嗯 好 我们晶晶有味的用法是这样用啊 晶晶有味的后面 加一个的 一般这个词啊 我们不单读记 在它后面加一个的 你有了一个的 晶晶有味的 这就要提醒你了 后面要加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不是别的 就是吃 或者是喝 啊 我们的用法是这样用 晶晶有味的 怎么怎么样 这个人晶晶有味的 吃着什么 固定 固定用啊 固定用法 好吗 可以这样去 嗯 好 嗯 她吃这个巧克力 她觉得怎么样呢 她吃着她的心情怎么样啊 开心呢 对她很开心的吃着它啊 好的 那么把你刚刚的话 我们再总结一下 可以这样说啊 这样说 明华怎么样 明华不听妈妈的劝告 嗯 不愿意刷牙 嗯 睡觉前 嗯 明华还躺在床上 晶晶有味的 吃着巧克力和糖果 嗯 吃好后 明华心满 心满 就心满意足的 的 睡着了 睡 睡 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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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心满意足的睡着了 好 心满意足是什么 心里很满足 心满意足就是满足的意思 来 我们把心满意足也写在自己的本本上啊 心满意足就是很满足 很满足 嗯 嗯 她心里很满足 好了 来 这里啊 我们我们这里刚刚也说什么 她不听去啊 然后呢不愿意刷牙 她在哪里吃她的糖果呀 她是躺在床上吃她的糖果 啊 躺在床上吃她的糖果 好 然后呢 吃完了 我们这里还说了一个她的心情 很心满意足 在第二幅图当中 我们用到了两个好的词语 叫 津津有味和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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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写的时候啊也要注意把它放进去哦 好 接下来 第三个图片 第三个图片 什么事儿 哎不先说什么人 平常我们看到了什么人 看到了什么人 看到了什么妈妈 名滑 什么事情 明滑的牙齿 对 这样了 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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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是尸腾三绳啊 隐隐作痛 好 她牙疼 来 我们完整的 你来想想第三个图你要怎么写啊 观察图片 嗯 第二天早上 明滑 发现了自己的牙齿硬硬作痛 嗯 她想着应该是蛀牙了 她 就像妈妈 她想妈妈 让她去 她就把这个事儿她就怎么了 她就先告诉妈妈 对不对 她牙疼这事儿她先告诉妈妈吧 嗯 她告诉了妈妈 妈妈的脸 妈妈很像很当心的样子 就把她带去了 可以 牙疑 再去了 看好啊 再去了 牙疑 嗯 嗯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这个 你去后面是哪啊 你去后面是不是一个地方 对吧 我们要去哪啊 去的不是牙疑 不是这个人 去的是这个医院 医院 对 最后就带去了医院了 就带去了医院了 好 那么牙医 如果你想用牙医这个词 我们怎么用 去医院做什么 我们是看牙医 对 看牙医啊 注意一下这个动词的搭配啊 一个是去医院 一个是看牙医 好了 我们再来说 隐隐作痛 隐隐作痛是一个feeling 是一个感觉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说什么 不说发现啊 如果是一个感觉的话 我们会怎么用呢 前面的动词我们要 感到 感到 感到隐隐作痛 感到隐隐作痛 对 感到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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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好了 这几个词要注意啊 在搭配使用的时候 要准确一些了 动词 好吧 隐隐作痛和感到一起使用啊 感到隐隐作痛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幅图 你抄好了吗 插好了 嗯抄好了 我都插掉了啊 来读一下这个第三个图 好 隔天 隔天就是第二天的 隔天 鸣华的牙齿 突然 隐隐作痛 应该是粹牙了 妈妈看见鸣华 那么痛苦 便决定带鸣华去 看 牙医 好咱们的第三个图也说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 看一下后面 来到了这个地方是哪里 医院 图片上有什么人 牙医和明华 牙医和明华 事情就是给他拔牙 事情就是牙医拔牙 你来复述 你来描述一下这个图 到了医院 牙医 把 帮明华 拔掉 这牙的牙齿 牙医一上来就拔吗 拔之前他不看 他拔了好牙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说呢 检查 对呀 先要检查他的牙齿呀 然后才发现他有蛀牙呀 对吧 我们是有一个做事的顺序的 这个得写一下呀 可以怎么说 到了医院 牙医怎么样啊 然后呢 明华检查了牙齿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让他 然后 然后 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一个牙齿 蛀牙齿 哎 发现他有一个牙齿是蛀牙了 所以呢 后面医生要怎么样呢 拔牙齿 好的 再然后 拔了牙以后 哎 结果 我们是不是有了一个结果 不刷牙的结果是什么呀 就是牙齿被拔掉了 好了 那么写到这里 我们的 在内容里面啊 内容里面 起因 经过 和结果 这三部分已经有了 来 给你看一下啊 在内容里面 起因 经过 结果 已经有了 我们还差一个什么呢 结果 结尾 结尾 对 还有一个ending 结果已经有了 那个结果是什么啊 就是牙被拔了 就是把他的牙拔了 这是一个结果 那么结尾 我们要写这个道理了呀 对吧 我们写道理了 好 那你那个道理 想想怎么写呀 经过这件事 对不对 哎 哎 等会 哎 经过这件事 对 还要把这个词用进去哦 嗯 经过这件事 嗯 明华 嗯 知道了一个道理 改次 叫 经过这件事 明 明华 我们说这个道理啊 道理前面是 怎么搭配啊 我们说这个道理是什么 明白了 明白了 学到了 这些动词 明白和学到 和道理来搭配 啊 和道理来搭配 固定搭配 那么 道理不和知道一起用啊 不说知道这个道理 是学到了 明白了 嗯 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 哦 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嗯 嗯 刷牙 嗯 那最后 他的这个最 不管是妈妈劝你 或者是爸爸劝你 还是谁劝你 家里的什么人 劝 他的目的是什么呀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目的是要干嘛呀 是要明华 明白要干嘛呀 爱护 还记得吗 我们说的爱护 我自己的牙齿 对 这四个字很重要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在这个作文里面 就有很高的价值 它就有分 如果是考你这个图片的内容 你如果能写出这四个字 你的主题就定下来了 你就没有跑题 你就没有离题 所以这四个字很有价值啊 老师一看到你有这四个字 那么他就知道 你明白这个主题 要告诉人们的道理是什么啊 好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段啊 我们读一读 最后一篇图片啊 读一下 牙医发现了 牙医发现了 明华有两颗猪牙 只好帮他把猪牙拔掉 面对这样的结果 明华后悔不丹出 从这件事以后 明华学到了 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牙齿 对了 要爱护自己的牙齿 好了 我们的这些关键词语啊 参考词语全部都用上了 爱护自己的牙齿 好了 那么最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的这个 我们就说完了 简单的说完了 那么合在一起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不读了啊 就不读了 把故事合起来 就是这样的四个图片 今天呢 我们学的是什么啊 你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学的是词语 如何使用这些词语 如何在这个作文里面 更好的把这些词语用到 我们你下课以后呢 你去写一下这样的作文 但是写的这样还不够啊 冰生 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写作文的话 还远远不够 我们只做到了什么 我们写到这种程度 只是说它有了一个结构 有了一个内容 只是有了一个很简单的内容 有了一个最基础的结构啊 开头 那个开头内容和结果 但是你这里面缺少什么 我们还要让这个文字写的更多 你缺少的是扩解 你缺少的是扩解 这个扩解我们怎么做呢 一节课讲不完 今天这节课讲不完 我们会放到下一节课去讲 好吗 会放到下一节课去讲 然后呢 你今天先把这一节课 我们学到的东西先写出来 我看了你的东西之后 我们下一节课根据你写的东西 我们来进行扩解 让你有一个提升好不好 但是你要开始要先给老师一个东西 让我先看到你写了什么 好吧 然后我会根据你的东西 然后来帮你去改 我们再来看 你们下节课的课 明白吗 嗯 好 非常棒啊 好的 那个 那我们这节课就可以上到这里了 嗯 我和我和妈妈来说一下 你可以叫一下妈妈吗 我跟妈妈来说一下 我们的课程安排啊 说一下课程安排 希望妈妈来说一下 就安排 他们我跟妈妈都合作 我呀 忍 其实 他们 així